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听取关于辽宁省人大常委会2019年工作要点 立法计划 监督计划 代表工作计划和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机关2019年自身建设计划的汇报 听取关于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 起草情况的汇报 今年前十个月 国省进出口总额增长17.7% 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5% 保持份额不减 今天的劳模风采专栏向您介绍 新松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 感受他追求卓越的理想抱负和引领公司不断创新的责任担当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的精神高铁 沈阳至承德段计划于12月29号开通运营 两地间动车组列车最短运行时间为2小时21分 时代发展给刑侦手段带来巨大的提升 映像四十我眼中的改革开放专栏 讲述辽洋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张哲从仅近30年的惊险瞬间 见证公安机关从汗水井物到智慧井物的飞跃 从明天开始 我省各地将迎来大幅度降温 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12月25号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主持召开 省13届人大常委会第14次主任会议 听取关于辽宁省人大常委会2019年工作要点 立法计划 监督计划 代表工作计划 和辽宁省人大常委会机关2019年自身建设计划的汇报 听取关于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征求意见稿 起草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全省各级人大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上下联动 共促振兴 发挥了新时代人大工作 在推动辽宁发展振兴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为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 会议强调 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宁心俱力 奋发有为 努力做好省人大2019年工作 一是要在解放思想中进一步理清思路 深入开展解放思想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积极向补齐拉长4个短板 落实6项重点工作发力 进一步找准在全省工作全局中的角色定位 和发挥作用的有效方式 加快推进辽宁振兴发展 二是要在真抓实干中服务大局 围绕落实省委1加8系列文件 自觉把人大工作放到全省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去考虑 推动人大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三是要在把握机遇中赢得主动 加大调查研究力度 进一步深化对省情的认识 提出更多有针对性 时效性的人大意见建议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会议要求 要紧紧围绕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依法履行人大职能 增强工作时效 形成全省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合力 要围绕补齐拉长体制机制短板 全面提高立法质量 发挥立法对改革的引领 保障和促进作用 以解决问题为目标 实现力量法保善制 要围绕营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 增强监督时效 加强统筹 打好组合拳 推动营商环境改善 加大普法力度 加强执法监督 做好预算审查监督 确保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 要围绕广泛凝聚振兴发展的智慧力量 做好代表工作 组织代表围绕中心工作 切实发挥代表在执法检查监督 反映社情民意 推动振兴发展中的作用 要紧紧围绕建设两个机关 站位两个一线 坚持加强学习 深入研究问题 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履职能力 更好的担负起宪法法律 赋予人大的各项职责 为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更大贡献 本台报道 进出口总额 占全国的份额不减 是我省众石干 强执行抓落实重点任务之一 今年前十个月 我省进出口总额 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5% 保持份额不减 安山紫竹集团 是一家从事炸钢生产 钢材深加工等业务的钢铁企业 今年年初 企业加大了国际业务 参与阿联酋沙加港港口建设 参与菲律宾合作台风防洪项目 同时在俄罗斯建立了合资公司 参与俄罗斯未来的新港建设 今年前十个月 该企业的出口额比去年增长了25% 今年我们出口主要特点是产品多元化 市场多元化 所以说我们今年呢 尽量不把客户集中到一个市场 采取这种市场多元化 而且我们今年增加了很多的一站式服务 增加了与客户之间的这个粘性 今年前十个月 我省对日本和欧盟两个传统出口市场 快速增长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俄罗斯 及印度尼西亚等国出口增长 对中东欧十六国出口高位运行 同时民营企业出口 一千零九点七亿元 增长百分之十七点三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八点零 出口份额是逐步加大 明年呢也是在想在进口方面 做大幅度的一个调整 同时也有根据国家的一带一路政策 打开更大的国际市场 一至十月份 我省大宗产品出口保持增长 刚才出口额314.3亿元增长6.1% 每制品122.4亿元增长65.9% 提出原油成品油进出口政策调整等 不可比因素影响 全省进出口总额增长17.7%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 本台报道 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 北京八分钟惊艳世界 参加演出的沈阳新松机器人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机器人 更是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力量 在完美亮相的背后 是新松掌门人曲道奎带领团队数十年的创新突破 2018年2月25日平昌冬奥会闭幕式 北京八分钟惊艺世界 来自沈阳新松的移动机器人和轮滑演员的默契配合 将整个表演推向高潮 这个事我是成了 对新松来讲是个锦上添花 但是一旦要失败 就是万丈深渊 为什么感觉 一方面可能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必须要接的 也是出自于 我的技术的一个 就是自信 那么第二点 就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团队 因为这个团队呢 这些年做了很多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 1986年 只有25岁的曲道奎 就成了863计划中最年轻的课题组组长 2000年 在曲道奎的推动下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这是科技部首批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成果产业化基地 2009年 新松在创业版首批上市 成为中国机器人第一股 从我们这种产业 现在面对的全球的竞争 现在技术的快速迭代 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在往前跑 我说现在不是你跑不跑的问题 你跑慢了就等于你落后 都等于你在倒退 如今的新松 已经是全球机器人产品线最全的企业 市值位列全球机器人上市公司前三家 曲道奎始终在创新 而每一次的突破创新的背后 都是国家和时代赋予的无限力量 假如没有中国改革开放 这么一个大的时代在支撑 那么新松的发展 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顺利 或者这样成功 一个企业可能你的使命有多高 你的责任有多大 最后可能决定了你的企业 会走得多远 这个实际上非常关键的 就像一个人一样 你得有个远大的一个目标 有个理想 最后你才会有前进的动力 那么新松呢 我说一开始呢 是国家最好的机器人的创新团队 那么自来而来 我们就要把公司做成国内最好的 那么未来肯定要成为国际最好的一个企业 本台报道 12月25号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第13次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与补齐拉长四个短板 扎实推进六项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科学研判狠抓落实 切实把总书记的指示和中央精神 转化为推动振兴发展的强大工作动力 会议要求 要认真贯彻落实好省委对人大工作提出的要求和部署 结合人大职能特点和全局工作需要 认真做好下部工作的细化完善 要认真做好省13届人大二次会议 和全国人代会辽宁代表团的组织筹备工作 统筹好协调好年底前各项收尾工作 圆满完成全年各项任务 努力实现明年工作高起点开局 为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孙毅主持会议 本台报道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12月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 到省自然资源厅和省生态环境厅调研 了解机构改革后工作运行情况 看望慰问干部职工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辽宁考察时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践行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认真履行职责 积极担当作为 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在省自然资源厅 唐一军详细了解自然资源确权登记 国土空间规划等情况 他指出 要以机构改革为契机 立足新职责新使命 推动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 意要强化大局意识 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坚持保护优先和节约优先 坚持合理开发和科学利用 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利资源要素保障 二要强化履行职责 建立科学高效管理体制 扎实做好机构改革后半篇文章 探索建立适应新时期改革发展要求的 自然资源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实现职能协同高效 管理顺畅有序 监管有利有效 三要强化专项治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有条部闻 有利有序的扎实开展矿山治理 资源枯节型城市转型和环保督察整改 实现创新发展 转型发展 优质发展 四要强化多归合一 推进规划建设现代化 创新规划理念 思路方法手段 真正做到融合融通 合并合一 提高规划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五要强化主体责任 推进自身建设 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切实加强思想 作风和廉政建设 努力锻造一支 信念坚定 业务精通 作风务实 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 在省生态环境厅 唐一军详细了解 水污染治理和大气污染防治等工作 他指出 要狠抓都改 狠抓治水 狠抓监管 狠抓队伍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一要紧扣第一药物 助推全面振兴 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再增强服务 强化保障 参与振兴上下功夫 为辽宁全面振兴 提供有力的环境支撑 二要聚焦问题短板 狠抓整改落实 把中央环保督查整改落实任务 列入重强抓专项行动 确保整改任务见底见效 三要强化重点突破 注重统筹协调 在整体推进 巩固气 突出水 治理土的基础上 把辽和流域治理 作为治水的重中之重 做到上下游联动 左右按共治 干支流协同 陆于海统筹 下决心把辽和治理好 保护好 利用好 四要坚持致建并举 发展生态经济 统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与生态文明建设 大力发展美丽经济 努力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五要深化改革创新 健全体制机制 建立顺畅高效的内部运行机制 协调有方的外部工作机制 再推进辽宁生态文明建设中 更好发挥参谋助手 组织协调和督查推动作用 六要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能力水平 加强政治建设 班子建设 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 着力打造一支靠得住 有本事形象好的环保辽军 为建设美丽辽宁提供人才支撑 副省长陈绿平 崔峰林分别参加调研 本台报道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经中国铁路总公司 和辽宁省委省政府 共同决定 京省高铁 沈阳至成德段计划于12月29号正式开通运营 京省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线路全长698公里 其始于北京新火站 经北京市 河北省成德市 我省朝阳市 复兴市 锦州市 接入沈阳市 其中辽宁省内407公里 新建有沈阳西 新明北 复新 朝阳 喀佐等10个车展 在5年的施工过程中 施工单位应用了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无闸轨道 以及在施工过程中 全面采用信息化管理等多项先进技术 确保了施工的质量和速度 26个月开始 陆续完成了战前工程 提前7个月实现了开通运营 创造了高铁建设的精神速度 目前 精神高铁沈阳至成德段 全线各项系统均已通过专家组验收 符合开通运营的标准和条件 在开通运营初期 将分别开通时速300公里和250公里的动车组列车 初期将开通6对列车 从1月5号起 全线将开通15对动车组列车 包括周末线和高峰线列车 同时 新明治通辽高铁也同步开通 计划开行12对列车 线路运行后 精神高铁沈阳至成德段 将成为东北地区进入金经济地区的最快捷通道 有效缓解 勤审客运专线的运输压力 其中 沈阳到成德的动车组列车 最短运行时间为 2小时21分 比既有起路 列车最短运行时间压缩近9个小时 沈阳到通辽的动车组列车 最短运行时间为 1小时21分 比既有起路列车最短运行时间压缩了2.5小时 精神高铁沈阳至成德段 开通运营 将有力提升沿线城市在京津济 沈阳和蒙东三个经济区内 经济交流的地位 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快速流动和优化配置 本台报道 张哲是辽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 指挥参与侦破重特的案件上百起 改革开放后 张哲历经了公安机关从汗水警务到智慧警务的飞跃 也经历着从一名普通派出所民警到禁毒战线长盛将军的转变 研究他的收集通讯号码 研究他这个车辆的行驶轨迹 上线是我们披临的一个城市 解剖他这个箱子货车 查获了50公斤冰毒 他的焊液 他的指纹 焊板留在这个货上了 那么这里只要我们找到极小的一部分 就可以认定人身 这就是DNA技术使用 更搞笑的认定犯罪 认定犯罪嫌疑人 像以前这都根本实现不了的 我是91年警校毕业参加公安工作的 在派出所工作 当时就是包括户口本都是手写的 没有对象机 当时我记得我们随神戴的就是戴着手铐 戴着当时使用的五四艘枪 就是十几公里 二十公里甚至骑士正车去抓人 抓到了以后 把他扣在自行车上骑车的带回来 当时没有110 我们巡警 就是专职出警的这个队伍 五分钟就要赶到现场 其实我坚持在写一本侦查杂技 我这里侦查杂技里记录的更多 就是不完美的遗憾的 破获不了的案件 当时就想 如果要是有一种更高的科技手段 认定这个过程 认定这个人 那么这个案件就不会遗憾 老花交给你听 三五五五来的过程 二十点二五 别拨 因为改革开放才有各个领域 科学技术手段的提高 破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 我感受到了辽阳这片土地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愿意做一辈子警察 继续守护这片热度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辽宁期间 共向丹东市交办39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 截至12月25号 所有信访举报问题已经全部半截 群众对身边的生态环境满意度 持续提升 在投诉问题中 有群众反映 丹东东港市乔东幸福里小区 9号楼西侧的顺城服装厂 锅炉烟囱冲冒黑烟 东港环保部门联合精信局 属地街道进行现场核实处理 发现该企业有一台一吨燃煤锅炉正在使用 环保局要求盖公司马上采取措施进行增改 取缔由燃煤锅炉 改烧清洁能源 公司负责人非常配合 马上就和大连锅炉厂联系 定制了一台一吨烧生物质的锅炉 于2018年12月10号正式运行 最近看到它也不毛黑眼了 有时候开开窗 看我们那个防防控器也不毛假接黑会了 这个锅炉是就我们工厂早已想改了 在实验了几次以后就没成功 所以今年老百姓有反应 是市里边那个环保局来看了 我们正好又重新从大连 花了20多万元 又接了一个客人生物锅炉 所以现在改了以后 他们来看以后效果非常好 在已半截案件中 供责令整改87家 立案处罚66家 罚款459万元 现产一家 停产五家 关停取缔两家 立案侦查4家 问责20人 本台著丹东记者报道 12月24号 辽宁芭蕾舞团 附属芭蕾舞蹈学校 青少年芭蕾舞团 在瀕阳成立 并举行成立后的首场演出 辽巴青少年芭蕾舞团 平均年龄14岁 是全国首个专业青少年芭蕾舞团 未来该团将立足于 打造青少年题材的 原创芭蕾剧目 以此推动辽省地区 甚至全国青少年芭蕾舞的发展 让芭蕾舞团 它的那种名牌 和芭蕾舞学校 那种培养的优势 能够使孩子们身上 得到更好的一个展示 能够使芭蕾舞 这个世界的语言 在辽宁 在中国 甚至在世界上 对我们辽宁芭蕾舞团 都有更好的一个影响 本台报道 12月26号开始 我省各地将迎来 入冬以来最大幅度降温 我省中部东部等地区 降温幅度在10到14摄氏度 其他地区普遍降温幅度 将达到8到10摄氏度 预计这次降温的最低气温 将出现在27日早晨 我省的这个北部和东部的山须 这个气温都将在 零下20摄氏度之下 其中这个西风 这个气温有可能会 接近零下30度左右 除了温度下降幅度大 这次降温过程 持续的时间较长 可能是在元旦之前 气温都将会保持这个态势 伴随着降温 我省各地还将出现 3到6级的偏北风 提醒您注意防寒保暖 本台报道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 12月25号发布 2018年第71号公告 决定对马懿等26名 拟任领导职务人选进行公示 详情于今晚22点12分 在我台北方频道播出 在大连庄和天门山 20多处大大小小的兵铺 晶莹剔透 连绵起伏近两公里 有的像杨枝白玉般 镶嵌在山崖峭壁上 有的宛如历刃出窍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去领略一下 现实版的冰雪奇缘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